之后我们就处理临时提案 好 我们请孔文几委员 时间八分钟 我发言完就好了 好 那个李委员 李委员 李学长委员发言结束之后 来 谢谢 好 谢谢主席啊 各位请夏主委 孔委员好 夏主委你好 这次马席会 我觉得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这个是大家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我在上礼拜五在国事论坛 立法院的国事论坛 当时几个委员都有针对马席会 因为 因为在前一天 上礼拜五的时候 那我自己认为 马席会 是奠定了两岸 和平发展的一个基础 确保了台湾的 一个未来的长治久安 当然还有巩固 这个目前两岸 交流繁荣的现状 所以 这个成就是历史性的 因为这66年来 两岸的领导人 能够以先生称呼对方 能够在新加坡见面 本席认为是取得了一个 两岸关系最大的一个成就 那我自己个人呢 在过去啊 那我也一直在讲啊 就是说 希望能够促成马席会 本来我以为是已经 马英九要见到习近平 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去年的11月29号大选 马英九辞掉了党主席 怎么想都不敢想象说 以领导人的身份啊 就是我们总统的身份 能够跟习近平见面 比较有可能是 党主席见面嘛 党跟党的 主席见面是有可能 但是从马英九 在去年11月29号 因为九合一大选 辞掉了党主席 那我觉得不太可能 后来在今年的五月份 朱立伦先见到他了 但是没有想到 能够有这么样的 特殊的安排 是来得有点突然啊 但是好像是 这样马席会 好像前面是已经 这个筹备了很久是吧 没有筹备很久 是酝酿了很久 因为在从两年前的 APEC开始啊 就很多人在提 马席会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学者 在做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想这个 整个气氛啊 酝酿了很久 可是因为这个APEC 对中国大陆人 他们认为他们有困难 所以就没有成局 如果这个 这只是一个场域的问题 我想其他的情况 其实都是 慢慢在成熟当中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水到渠成没有错 但是我记得 我在八年前啊 我也在这个 内政委员会有提过 有问到主委 我说马席会有没有可能 你说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当时你是跟 当时的确是没有这样的规划 当时没有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已经见了嘛 那已经见了 那您认为现在就是马席会是不是那一天啊 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只有谈九二共识 没有谈一中各表 这个部分怎么解释 我今天已经说明很多次了 因为这个在这个开放给媒体那是那个十分钟之内啊 双方希望再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所以我们把一些比较这个敏感或者是大家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啊 我们摆到这个正式的会谈里面 所以马总统在开场的时候 只是把这个问题引起来 然后他说我随后会再继续说明 所以等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当记者开始测出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谈这问题 有些记者其实实际上也最后走的时候还听得到 他正好谈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部分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正式会谈里面 针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做得非常详尽 从民国81年的这个国统会的这个决议 一直到最后整个发展下来 讲得非常的完整的是一个说明 好 这个我们是 我至于本席是认为了 这个是一个对等尊严的一个安排嘛 是 但是现在也就是说 因为马总统再过几个月也要卸任了 那大家都在谈说 一个民调不是很高的一个总统 那来安排这样一个马席会 当然可能有点酸葡萄的心理了 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你认为是会匡限我们台湾人民的选择吗 如果说匡限的话 中华民国一向是就是被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匡限 我们所追行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最起码他还是现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然 那我也觉得马席会 可能可以对马英九他个人也好 虽然是说是未来 他等于是奠定了他一个历史的定位嘛 你看那个蒋英国他开放大陆探亲 马英九是推动了两岸的直行嘛 那然后马总统呢 他又建立了两岸领导人可以直接对话 这不矮化我们台湾 然后两岸能够站在一个对等协商的一个立场 以领导人的身份能够见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突破性啦 所以呢这个这个特别是有一个建议 就是将来两岸如果发生了突发的紧急的状况 好像决议是说是由您跟那个国台办的主任 张志军主任来建立这个热线是吧 是的我们这次双方达到少数的这个共识之一呢 就是在国台办跟陆委会之间要设立一个热线 针对重大紧急的事情呢 可以立刻联络避免误会 那这个部分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在准备 因为我们是从礼拜天凌晨回来以后 到现在今天才上班 所以我想很快我们会开始筹备这件事情 好要筹备这个事情嘛 是 那个主委 听说下个月这个APEC 你要跟杂志军主任见面 不一定 我现在并没有还不晓得 因为最主要是目前正在安排 肖领袖代表跟习近平先生见面 所以如果这个见面可以安排的成功 那也许有机会会跟张志军再碰一个面 你说是谁要跟习近平见面 肖副前副总统 是APEC的场合 那主委也会去吧 我现在因为我肖副总统提名我作为他整个代表团的顾问之一 所以我应该是会随团参加 这次的APEC是在哪里举办 马尼拉 菲律宾 我是希望这个热线能够 两岸是一定要有这个热线了 不管未来是有哪一个党执政 但是有这个热线总是 总是比较好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确保我们未来台湾 能够跟大陆降低敌意 不要那么紧张的状况之下 万一有一个突发性的 一个紧急的事件处理 有这个热线总是会比较好 我们也赞成更多的这个对话 我想总是避免误会增进了解 好了那个最后一分钟啊 我是想请教主委 那天我看到总统出来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有点微醺啊 可不可以跟我讲 以我的了解 像喝到那种地步啊 一定是喝了不少酒 不是说喝了几杯而已啦 其实并没有真的所谓微醺了 那天大概大家互相喝 其实喝的并不多 如果以委员的标准的话 可以讲喝的很少 这个马总统的酒量不是不好 事实上那天是喝什么酒 是喝茅台还是高粱 还是马祖老酒 先是茅台 然后接着喝老酒 接着有金门高粱 那天习近平喝的很多吧 我想跟马总统喝的差不多 喝的差不多 表示他们相谈甚欢吧 那天气氛还算和谐 愉快 我想那个酒真的是喝的超亮了一点 因为我看总统走路出来的时候 都有点 其实不会 因为那天在外面很多的 很多的桥界在那边欢送他 所以他大概看到这么多的桥界欢送 他大概也蛮高兴的 所以才会往前去前去跟大家握手打招呼 我个人认为那个酒啊 再多喝几杯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那个酒才是真正搭建友谊的开始 是两岸领导人真正认识对方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那个酒比较重要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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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下次跟总统建议要喝醉了就可以 就可以 大家都可以坦诚相见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请旅学章委员咨询时间八分钟 那么旅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就处理临时提案 那么临时提案有意见我们就处理了 好 这个请各个党团自己赶快动员人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列席的各单位的首长 请主席邀请陆委会夏主委 好 请夏主委